贵贵 你这又闹的是哪一处玩 弄蜜子 这你走不动了吧 咱们俩柔弱的女子来到这种困难的环境里 此最容易找到有之cp的了 贵贵 就你 还柔弱的女子呢 你是不是忘了 前两天你手劈头像 吞下一头猪的事情了 忘死朽妖栽提 咱俩今天必必看 谁能更快找到cp 我们为什么要比这么不聊的东西啊 贵贵 第一个目标出现了 看恶地 为上面了两位肖姐姐 想奉鸡使院和北昆在这个地方了 请求两位好行的肖姐姐打了一撑吧 可以归归 这可是个大叔呢 还是个满口乡丽话的大叔 我管心 我绝对还不错你 脸都包得这么严实 你是从哪里看出来不错的呀 你懂什么 你这走死在极东啊 谢谢你们的肖姐姐 绑打梦了 所以说为了卖惨 也不用在大冬天里穿个寓衣出来吧 所以走是你不动了 诺蜜茨 一会儿你走瞪着看恶地吧 OK呀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了 我带着我的大花菜 吃一盘的小麦布里换点东西去 爱死的人肿于揍了 看恶地 啊 好愣啊 恶地鼻子都快冻掉了 小姐姐 你很愣吗 哎呀 要是这个时候有人给个松尖衣服走好了 啊 我知道了 那我就面胃气难 把我了帽子给你戴吧 哦 衣服我自己还要穿了 哇 哪里 我也很怕愣 小姐姐 你还是仔细忍受一下汉董吧 那是不是感谢你呀 不客气 反正我也没绑上你什么 去死吧 那边聊得还算还挺开心的嘛 管的呢 我先吃饱了再说 真不知道 龟龟的家伙是怎么想的 这么冷的天 居然穿个浴袍就把我拉出来了 真是只要风度 不要温度啊 嘿嘿 大家快看 我发现了个啥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暖宝宝吗 有了它 我再也不畏惧寒冬了 不管了 先拆开看看 然后赶快踢到身上去 哇 这就是温暖的感觉啊 在这么寒冷的大冬天里 暖宝宝不比小哥哥相多了 弄蜜茨 你还认得虫恶吗 乖乖 怎么这么短的时间没见 你就把自己给包成一个球了 这可是恶CP送给恶底 你没有吧 你羡慕吧 你基督吧 羡慕你个锤子 我可是有男宝宝的人 比你穿的可有脑活多了 别忘了咱们的B3末密词 你这是要向恶认输吗 开什么玩笑 不就是一个CP吗 你给我等着 我马上就给你拉一个过来 喂 是这座火山的负责人吗 给我把你们这所有的小哥哥都聚集到这里来 对 我找他们有事 神经病 啊 怎么给挂电话了 真是气死我了 这样下去 我可不是要输给龟龟了吗 小姐姐 你好哦 这么冷的天 你怎么只穿重一点呀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帽子给我 天气太冷 小姐姐要注意保暖呀 我当然知道了 这可不用你来说这样 衣服我用胶水粘起来 所以脱不下来给你许暖 这样吧 一会我给你找个睡袋 你在那里面躲着应该会很暖和的 怎么样 龟龟 不就是个区区CP吗 我还不是找到啦 哼 有什么料不气的 我头上的猫子比腻的暖和多了 我可 这也要比 哼 那我还有睡袋呢 今天晚上你们可要露宿雪地了哟 小姐姐 谁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